我在这里起梦 在这里起梦去吧 在这里起梦啊 有各种的病症 需要求先的 需要问虔诚的 都来问 那他都以梦似的 在今天的福建 有这样一座千年道观 传说 只要在神像前躺一个时辰 自己心里的愿望就能实现 神官发财 考上理想的大学 通通不是问题 甚至有人还在这里起死回生 专家得知后上门研究 结果却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这座庙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何秘密 镜头中这座古色古乡的建筑 就矗立在群山之巅 当地人称之为九仙观 每天前来上乡的游客 络绎不绝 和一般的寺庙不同 其正殿上不仅供奉有神像 还摆了一张张的木床 据说许愿者在课完头 坟香祷告结束后 需要闭眼在床上睡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个小时 梦里会和老神仙对话 或是得到启示 醒来后就能如愿了 这世上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地方吗 带着疑惑 奢侈组推开了庙门 果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发现了一对特殊的夫妇 丈夫放可容面色优郁 原来他家世代开面馆 本来生意红红火火 吃喝不愁 不料前段日子 对门也开了家饭馆 开业前三个月买一送一 一下子面馆的生意便一落千丈 经身边人提点 他便带着媳妇不远千里来到九仙观 希望能改变眼下的局势 妻子萧美霞不带丈夫说完 便爆出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 原来再过几个月 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 儿子平日里学习用功 刻苦勤奋 但不知为何 今日来成绩下滑明显 为了保佑他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母亲便带着香火来到了这里 采访结束后 两人虔诚地对着神像磕头 然后扭头走向船板 合上眼 安安静静地睡了两个小时 苏醒后 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姜美霞激动道 我遇见神仙了 梦里他老人家告诉我 只要儿子继续努力 一定会考上重点大学的 紧接着 一旁的丈夫也迫不及待道 刚才我梦到神仙去我店里了 兜了一圈告诉我 之所以客人稀少 是装潢的问题 果然我粉刷一心后 客人们成群结队地涌了过来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神仙托梦 正当记者差一时 门外的台阶上爬上来了一个女人 我在这里请梦 在这里请梦去吧 在这里请您啊 有各种的病症 需要求先的 需要问虔诚的 都来问 那他都以梦似冷 在今天的福建 有这样一座千年道观 传说只需在神像前躺一个时辰 心里的愿望就能实现 升官发财考上理想大学 统统不是问题 甚至有人还在这里起死回生 画面中这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一层层向上攀爬着 她膝盖着地 双手合十 眼神中充满了诚意 虽然这种做法 在西藏的朝圣者中 早已屡见不鲜 但还是成功引起了设置组的注意 一旁的寺庙工作人员见庄后 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那是三年前的一天 女人穿着破烂 两眼通红的来到九仙冠 原来她是老年得子 不料孩子五岁那年确诊了白血病 为了救活唯一的孩子 原本殷实的家境变得入不敷出 丈夫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恰在此时 他们听到了九仙冠的名字 便抱着最后一搏的想法 来庙里上香 祷告完毕后 夫妻二人躺在床板上沉睡 梦中 丈夫遇到了一辆红色大卡车 妻子也和儿子在草地上玩得欢乐 回去后两人便买了房子 购置了一辆长途货运卡车 果然奇迹出现了 随着电商经济不断爆火 快递业水涨船高 丈夫的卡车成了家里的聚宝盆 每两年便赚得盆满钵满 有了钱 儿子的骨髓移植也成功了 如今的三口之家 又响起了欢声笑语 在女人看来 这全都败神仙所赐 于是往后的几年礼 她每个月十五号都会来还愿 不仅进现香油前 还要三口九拜以最虔诚的姿态 出现在店门前 以表示感谢 听完这个故事 在场的专家们无不张大了嘴巴 这有点难以解释了 其料一旁的工作人员突然插嘴道 这才哪到哪 九仙冠的神像还能起死回生呢 在今天的福建 有这样一座千年祷冠 传说只要在神像前躺一个时辰 自己心里的愿望就能实现 升官发财 考上理想的大学 通通不是问题 甚至有人还在这里起死回生 如果说升官发财还能解释 可这起死回生 是不是有些太玄幻了 你们要是不信 去问当事人呢 他就在庙里 工作人员口中的当事人 原来是九仙冠的一位道士 十五岁那年 他突然高烧不退 父母带着孩子 几乎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医院 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由于长期发热 食欲不振 他饿得皮包骨头 两眼无神 整个人只剩下一口气在吊着 无奈之下 父母只好带着他到庙里求签 路过九仙冠石睡了一觉 结果醒来后 儿子便和妈妈说 梦里的神仙给了他一个地址 去找一位隐居的老中医 说此人有办法救自己 本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这家人拜访了那位老中医 在听闻是受神仙指引后 老爷子笑呵呵的 写了一记良方送与了他们 没想到回去后 坚持服用了两个月 奇迹出现了 儿子的烧不紧退了 四肢也重新有了血色 出于感恩 父母便把他送来的九仙冠 做道士 日夜守候在老神仙身边 如果说一次是偶然 两次是巧合 那么这接二连三的势力 摆在眼前 就由不得专家固执了 本来他们是破除封建迷信来的 但眼下去越发的感觉 九仙冠的背后藏有秘密 毕竟纵观古王今来的妙冠 很少有在大殿上放床 供人做梦的 难不成这些神迹 全都和梦有关 经过再三调查 专家发现 所谓的神仙指路 其实就是心理学中所讲的暗示 乡客们来到此地 怀揣着不同的心愿 焚香 祷告 无形中加重了希望 等到静下心来 舒服地进入梦乡后 往往会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因而会有各种各样的启示 当然了 具体的细节是怎么产生的 现有的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